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么今天的话我们来一个比较轻松一点的讨论视频 就来讨论一下一些我认为看到一些非常糟糕的配置 那么糟糕配置千千万 我自己也经常用 有时候我也很喜欢用一些很烂的配置 但是的话有些糟糕的配置 就是一些好玩的配置 大家知道它实态非常的烂 但是非常的好玩 比如说什么物攻向的水马 带不易打的洗衣机 或者什么单攻地裂的沙和马 这些配置我们明知道很烂 但是偶尔娱乐的时候 我们会拿来用一下 因为它好玩嘛 那么有些东西 像什么剃宝毒天蝎啊 鸟蛋花鸡爪钢啊 那么这些东西的话 多少就是被时代抛弃的东西 曾经还过得去 但是在当下环境 已经没办法发挥它们当年的作用了 那么再比如说 有些像专爱道具的洗衣机啊 围巾的母颗鹰啊 特奈仙布啊 非美加轻物耐久像螳螂啊 那么这些配置的话 我只能说是大部分时间 是没什么发挥作用的 而且很容易被更好的配置取代 那么但是的话 我们不能说它是非常糟糕的 那么今天我尽量讨论的一些 是一些真正糟糕透点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人 想到这种用法的一些配置 那么这些配置 很可能不仅是没有什么作用 而且很可能是给予对手 某种优势的一些东西 希望大家喜欢吧 那么一如既往的 环境为66单打环境 那么尽量贴近OU一点吧 那么如果有朋友 不同意我的观点的话 如意外 你是错的 我是对的 话说我真的很想说这句话很久了呀 那么话说 其实我在今年五月的时候 我大概已经做一个 非常类似这样的一个视频 那么但是我讨论的是 更加广泛的一些 我认为比较不合理的一些配置 但是的话 那个视频我做完之后 我发现 我很多东西 很多东西就是从经验里面看来的 这个东西没什么太大作用 但是的话 我没办法很好地说服大家 为什么 比如说各种进反的 什么独自水母啊 什么美纳斯啊 之类的东西 那么进反 特别是在这两个东西身上 我个人感觉是很难有效地 发挥出作用的 但是反拳却不是 像什么反拳钢鸟 小蛋之类的东西的话 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呀 那么我自己研究了挺久的 然后也问了不少人 但是也没办法得到一个 非常让我幸福的答案 为什么没办法稳定地发挥出功效 那么有一次我跟背影在上分 用的有一个队伍的话 就是有一只进反的独自水母 那么那个队伍打了几十场 但是的话一次有效的进反 都没有用出来 那之后我就一直很好奇 为什么就是用不出来呀 那么我这只能规矩于 首先的话 如果对手水平比较高的话 你根本没办法阴到他 而且如果对手队伍组得比较好的话 一般情况下 你都是有比点进反 这个不稳定的技能 更好更稳定的选择 比如说破兽的话 酸性炸弹是个非常好的技能 或者你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 点打落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技能 或者你可以撒一把毒钉 都是更稳定的选择 而且很多时候你心想的是要反应一下 什么洗衣机这威力不大的电反 但更多现实的时候 你要么是面对受队 那威力非常可怜的技能 你要么就是面对威力更大的技能 比如说拉提奥斯的金冲 要么就是恶龙那样恶波 但是他是恶系他 你又没办法用超能系的进反打他 总而言之 我个人感觉貌似是面对 不管是攻队啊 平衡队啊 兽队啊 各种类型的队伍的时候 他进反都不是你最好的选择吧 而且特别是有些新人 很多时候不知道为什么 为了进反 就会强行上来强吃一些特攻技能 比如说有一次 我用一只梅卡电龙 对面有一只梅纳斯 但是对面明明有一只地龙 他不上 他非要上梅纳斯上来进反 那么我说 好吧 如果你非要把自己联防送给我的话 那我没所谓 让你反就反吧 然后我就送了 我就随便送了一只 然后把他整个联防拆了 OK 吐槽了那么多 于是乎的话 就那个视频我就被我删掉了 那么我也不打算做了 本来是 但是的话 后来有一次 我某一个视频里面 对手的话 用了一只维京阿三 而且那段时间的话 我自己找对战素材的时候 也遇到好些朋友 用维京阿三 可能是由于心情 那段时候 做是那个事 他的视频里面用了维京阿三吧 但是可惜的是 他们的维京阿三全都没有发挥 而且基本都输得很惨 然后我在解说里面 我就说了 我感觉维京阿三很糟糕 那么但是的话 就在弹幕里面 有好些人说 维京阿三很不错呀 那么我就大概研究了一下 然后就重新萌生了 做这个视频的一个主意吧 那么我个人感觉 维京阿三的问题 首先是在于 速度线的问题 由于的话 他速度种族是80 所以带维京的话 他必须要选择开朗 而不能选择固执 不然的话 他就会比兔子啊 雷狗这些135的东西慢 而开朗和固执的 伤害差距 还是有不少的呀 比如说开朗的自杀梯 是大几率踢不死谁马 而固执的自杀梯 是大几率能打死谁马 那么其次的话 我个人感觉 维京所招 是一个挺大的问题来的 维京所招 让他不像Mega 恰里姆那样 可以那么自由的 狂放自杀梯 举个例子 比如说 你的自杀梯 打到了对手妙娃花身上 如果你是Mega的话 你就可以立刻换成思念头 把妙娃打死 但是如果你是维京的话 你就非常麻烦了 你就要承受 对手妙娃娃的攻击了 那么这种不用索招 可以自由 更加自由的放自杀梯的话 也就是为什么 Mega3那么难挡的 其中一个原因 两者的耐久 都是非常糟糕的 那么这种索招不自由 就让他更加难把握 难得的上场机会了 而且Mega3不索招的话 还能有 比如说子弹权和 下马威这样的闲置 特别是下马威 能帮他给予很多东西 一些非常必要的 一些小伤害 比如说洗衣机 下马威之后 就可以直接进入 自杀梯的 首个范围之内了 当然了 最重要的问题 还是伤害方面的问题 Mega3比 围镜R3 大概高了50%的输出 那么这点伤害差距的话 在非自杀梯 特别是非本系技能 的时候 是感觉非常非常明显的 当然了 我们更重要是看一下 围镜R3本身的输出 而不是对比两者 那么我就稍微 做了一下计算 让我非常神奇的是 R3竟然有这么多东西 是恰好击杀不了的 稍微举一下例子 比如说思念头锤 没办法两发带走皮克西 电圈没办法 一发带走耐久海星 没办法两发带走 安河马 特耐钢鸟 最重要的自杀梯 没办法一发带走 不加耐久的插盆 没办法两发带走 物耐钢鸟 物耐万腾怪 常规的双奈沙河马 那么这些例子 还有很多 大家可以自己去算一下 那么就是很不幸的 围镜R3 就是恰好什么都打不死 当然了 围镜R3 也只是算不好而已 也没有算特别的糟糕 那么下面这些东西 才算特别的糟糕 那么排名的话 也没有什么先后 反正就是大家轻松的讨论视频 这一只的话 这么糟糕 其实真的让我是有点心痛的 毕竟这个糟糕 不像像围镜R3那样 相对不用那么用脑子来 就能用出来的配置 这个估计还是有多少 经过不少思考的呀 那么这是一只耐久 像抓人的风速狗配置 那么配置的话 当然有好几种的 那么我见过最糟糕的是 带火焰漩涡 保护 神速 以及朝阳的 那么有些的话 也会带个剧毒什么的 那么那些带多一个状态技能的 虽然好一点 但是同样也是非常糟糕的 一个配置 那么这个配置之所以那么烂 是因为他完全没法做到 他自己的目的 也就是耐久像抓人 他既抓不到人 而且的话带了这些抓人的配招的话 还多多少少放弃了原来 耐久像疯狗有的一些反制能力 这种疯狗我也不知道 是从哪里传出来的一种配置 我也遇到过好多次 但是的话 可怜的是他每次想抓人 最终的结果就是不是被兽死 就是被打死 如果他想抓一些耐久好一点的东西 但是他又不像火缸那样有挑拨 可以防止对方的回复 或者像蓝胖一样有灭割 可以非常干净利落 快速把对手搞死 而且的话 他朝阳只有8个PP 大部分东西的回复技能 都有16个PP 这样耗下去的话 最终还是疯狗先没学 但是呢 如果想抓一些 对于疯狗来说 有反制能力的东西 比如说属性上有逆势的 比如说水系啊 龙系什么的 或者本身就是高叔叔的东西 像Mega恰雷姆之类的 很不幸的是你的火焰漩涡 造成伤害速度太慢了 你根本抓不死这些东西 要么就是被水系用热水把你喷死 要么就像插喷一样顶着你龙五 最终的话 你还是要死掉 而且还可能给对手送机会呢 那么有些朋友会选择在束缚头星 来提高这个火焰漩涡的伤害 但是的话 我个人认为 这是比那种配置更加糟糕的配置 因为你束缚头星的话 意味着你放弃剩饭 那么意味着你耐久更差 那么在消耗战当中的话 那提高那从1%提高到1%的每个回合伤害 其实是意义非常的小的 如果对手回复技能的话 而且这样的话 你放弃了上翻 意味着你续航能力很慢 你对耗过程中的话 你死得更快了 那么要满足这个 既不能把它耗死 又不能把它打死 我们才能用这种风口抓人嘛 但是满足这种条件的东西 基本的话 就只是像某些草系啊 虫系或者钢系 这些被火系克制的东西 然而这些东西的话 可以就直接火推 所以就能推死了 而且如果你老老实实的用进攻技能的话 你一般还能对那些 要么可以把你好死 要么可以把你打死的东西 造成更大的伤害 也就是说 这种抓人配置是没有半点意义的 很显然 这种配置的问题是在于 抓人招处一般只是为了用那个抓人的效果 而不是那点伤害 而这只疯狗想利用那点可怜的伤害 作为它的主要抓人目的的话 是不可行的 那么对比一下别的抓人的东西 比如说熔岩风暴火钢 首先的话熔岩风暴是一招永远都打不中的招 所以这种 真的火钢真的非常的难用 但是的话熔岩风暴的伤害可不是火焰漩涡能比的 那么抓到人之后的话 火钢有非常多的处理办法 比如说可以下毒 可以挑拨 可以用阳光烈焰打耐久向的海星 而且火钢的耐久 以及属性也不是这只疯狗能比的 反正 总而言之的话 就是不要用这种配置 这种配置抓不到人的 你想过来抓人的话 你就会死得很惨 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是围巾钉子这种选择 我见过很多很多人用这种选择 但是的话也就见过那么几次有句句用这种选择吧 都是的话 他们队伍的话 首先不怎么需要钉子 而且的话实在也没有地方放了 所以就随便放在了一个有带围巾的东西身上 但是更重要的事情 就是他们的水平很高 所以的话用这种糟糕的选择 还是能够有成功的 其他大部分人都是基本乌端端给对手送了个机会而已 其实这个东西为什么很糟糕 我也不用太详细做 大家也能很容易就理解吧 第一的话你消耗了一个非常宝贵的格子 一般在带弓巾围巾的东西里面 比如说地龙啊 土猫或者龙头地鼠什么的 这个格子都是相对比较紧的 那么你带了炎钉的话 你就浪费了一个非常宝贵的补盲技能 第二 撒一钉我个人多少觉得已经是有点是放弃自己势头的选择 以暂时的劣势换取长云以来的收益 但是如果你是围巾撒钉的话 不仅你要浪费撒钉一个回合 而且的话你要换人一个回合 这样两个回合的话 简直就是白送给对手一些机会啊 这样免费给对手两个回合的话 很容易要么对手就把钉子直接清掉了 要么就顶着你强化 要么就对你进行大面积的输出呀 而且第三 对手把钉子清掉之后 你是基本没有机会再次把钉子撒出来的 所以综上所说的话 这东西真的是非常难用的好的 接下来的话 有虫网加诡异的速度线的配置 说真我个人真的很喜欢虫网 但是虫网的话 的确是非常非常非常难用的好的东西来的 首先的话 使用虫网的东西一般都是不怎么样的 那么最强的话 可能就是电蜘蛛和糊糊了吧 那么这是这两只东西 实在大家也知道不怎么样的 第二 在六代来说的话 轻钉已经是相对比较简单的一种事情来的 但是的话 如果你要撒虫网 一般来说的话 你的撒虫网的东西 都是自杀的 所以你的队伍如果相对更加依赖虫网的话 真的是很难实现的 更重要的原因是 很难找到适合能配合虫网的东西 大部分时候 要么对手的精灵 就是低速的东西 不在乎你的虫网 要么就是高速的东西 还不吃你的虫网 一般来说 能利用好虫网 就是一些中速的东西 大概从七八十到一百左右 种族这个区间 而这些中速的Pokemon 他们怕的一些东西 很多都是不吃虫网的 比如说土猫 比如说拉提奥斯 拉提亚斯 比如说更重要的加门鸟 这些都是完全不在乎 你的虫网的 那么有些朋友更进一步 用的是莫名其妙 配合一些虫网的东西 比如说要么就是速度很慢的 不加速度的冥工 要么就是速度很快的 Mega 2女郎 特别是前者 可能是很多朋友 以为你降了一次对手速度 你自己就特别快了吧 但是实际上并不是的 像四五十速度 这些什么冥工啊 龙虾这些东西 即使你加了一次速度之后 还是非常的慢 所以的话这些东西是非常不适合配合虫网的 我还真的见到过好多次 但是每次见到的话都是让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呀 接下来的话 同样也是涉及到速度线的问题 讲的就是一些朋友不知道为什么会把速度线放的这么低 那么其中涵盖的是有比如零速鬼剑以及不加速度的水老鼠 两者其实问题很相似的但是略有不同吧 但是基本上都是能先手的就没有理由后手 那么先从零速鬼剑讲起吧 我自己也不知道零速鬼剑这种做法是从哪里开始传出来的 那么我曾经看八珠甲老师的贴吧里面有一个贴讨论过这个问题 那么基本得出的结论就是XY早期的时候有人这么用 后面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有一些人就是继续一直这么跟风 直到现在都有很多特别是新人 莫名其妙的用这个非常糟糕的配置 那么在双打中的话鬼剑是肯定会加速度的 但是那么为什么会带来到单打那个鬼剑就会选择零速呢 理论上来说用零速鬼剑的唯一原因就是因为和别的鬼剑对峙的时候 是可以后手把对手的鬼剑打死的 然而这是建立在双方鬼剑都是满绝的情况下才成立的 但是在实在情况下的话 这种情况出现的可能性并不多的 特别是还有很多朋友喜欢给鬼剑带弱宝的情况下 那么弱宝的话是另外一个我非常不赞同的配置 但是原因是因为我认为在66中 除非你是那种轻身用来推对用的鬼剑 不然的话鬼剑作为队伍中一个极其重要的中转点 放弃它非常非常需要的一个续航能力 而换取我个人认为意义不是特别大的一个爆发力 而且这个爆发力的发动条件会让你损失大量的耐久 那么这种做法我个人不是特别的认同 那么这就扯远了回到速度线的问题 那么刚才说到实战中很难出现双方都是比较坚航的情况下 一起出场的 通过简单计算我们可以发现在50级的时候 极限攻击的鬼剑达到252HP0特防的鬼剑身上的伤害是69.4% 到83.8%的伤害 也就是说大部分情况下在鬼剑稍微削弱之后 比如说你吃到一个洗衣机的颠反之后 两只鬼剑对峙的情况下会是先手的鬼剑获得胜利 也就是说使用零速鬼剑的原因基本上是不成立的 那么我们扫一眼速度线可以知道 零速鬼剑的速度是112 正常中性鬼剑的速度是156 那么这差了44点速度中间是包含了非常多的东西的 那么我们稍微举一下例子 比如说有114速度 39种族的这个海牛 116的超铁炮龙 124的毒龙 126的Mega巅龙 130的沙河马 131的加过沙河马速度的灵弓 136的水鼠 小蛋 Mega钱的公主 Mega钱的勾魂眼 当然了还有跟你同样是60种族的皮革西 帝王拿波 302和仙部 那么其中的话我个人认为最重要就是130的沙河马和131的冥工 谁让着我个人认为的话鬼剑都是没理由比他们慢的 那么水鼠加速度的原因更多是减少对雪仙制的依赖 特别是复古类型的 那么我曾经看大树军的视频 他的群呢在搞一个比赛 好像具体我不记得 但是好像是每个人都要带水老鼠 那么我见到好多好多那个252HP的复古水鼠 那么我真的不知道说什么好 但是让我心慰的是呢 最后夺冠那个好像是唯一一个给水鼠加了速度的人 那么速度的话 一般复古水鼠会比CB水鼠加的速度要多 但是的话基本上如果你是固执的话 一般都不会加超过164点努力的 再加下去的话 也没什么特别多可以超过的 除非你选择开朗 但是零努力到164努力之间的话 就有非常非常多的东西了 那么不加速度努力的阿鼠是136 加164点的努力的速度是177 那么中间的话 首先有跟你同速的小蛋以及麦卡琴的勾魂眼 那么有146的大蛋 有15660种族的皮可西帝王拿播 3D龙2先布 有158不加速度的老斑 有164不加速度的尼马鼠 有166这条65线 有宝武曼波 有不加速度的普通螳螂 那么还有176这条线70种族的 比如说牛蛙 钢鸟 那么这些东西我个人感觉都是水鼠很希望超过的一些东西 反正加点速度基本的大家来说都是没有害处的 那么接下来这个事物应该是整个视频里面最讨厌的配置 那么简直我个人会说是嫌自己死的不够快的配置 那么也就是命运火损 那么在64双打中甚至一定程度上63单打中 这些以进攻见长的模式战线拉得比较短 特别比如今年VGC16东西输出都非常的高 加门鸟怎么都是吃不下对手一发攻击的 那么我能理解为什么会带命运反正都是要死的 但是在66中加门鸟火加飞这个属性是非常好的 那么加门鸟是在队伍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联防点 那么如果你带命运的话真的是你嫌自己死的不够快啊 我相信不会有朋友说我命运是用来提高UT的输出的吧 也就是说你的命运基本上也只是提高你的火系输出 不然的话你可以带青板或者带鸟嘴来提高飞行系输出也完全是够的了 然而问题是你是不需要命运来提高你的火系输出的 一些四倍弱火的东西如螳螂草钢之类的你直接可以火腿打死 两倍的如钢鸟Mega巨精这些你见我一次也可以直接打死 同样也不需要你这个命运加成的 所以总的来说命运的话在火鸟身上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的 至于66来说的话只是让他死的更快而已 那么我录到这里的时候发现了火鸟期待要被消了 那么这是非常惨的一件事情啊 就要为火秒莫埃个30秒吧 那么我个人感觉的话火鸟是很不应该被消的 当然的话不是怎么说呢 我觉得火鸟被消的话我当然能理解 那只东西真的是很强而且让很多东西不能用了 但是的话那只东西我觉得是环境很必要的一个存在 毕竟的话现在那么多Pokemon 毕竟必须有一些像加门鸟这样的东西来限制 一定程度上限制环境的多样性 而且的话他能check很多环境里面很强的东西 比如说weapon啊 螳螂啊之类一些东西 那么他都能非常好的对付 那么缺少了加门鸟的话环境真的会有觉得难打很多啊 很多就是很多相对低分级的东西现在会变得更有威胁了 那么很多被加门鸟受害协会 针对的一些东西现在也更有威胁 那么环境的话可能就更加难打了一点 那么到了最后一点了 那么自从游戏的一代以来 异常状态都是游戏中非常不可缺乏的一部分 他能帮助非常多的Pokemon对付别的Pokemon 自然的话就有一些Pokemon拥有一些特性来专门利用这个一般来说是不好的异常状态 比如说非常著名的独疗天蝎 这样都会有非常恶心的效果 然而的话有一些Pokemon 他就不能很好的利用这个特性 然而就是有些朋友的话就会强行享用利用这个特性 就会导致一些非常糟糕的配置 那么在这里的话我主要指出两种配置 一种是火珠鸣宫 另外一种是火珠梅纳斯 那么我视频里面不黑一波奶纳斯简直就是不舒服啊 那么鸣宫的话是拥有毅力特性 在拥有异常状态的情况下提高输出50% 梅纳斯的话拥有神情灵片特性 在拥有异常状态的情况下 就会提高自身的物防来弥补他本身不是特别好的物耐 然而我个人感觉这两种配置都是自杀一般的配置 原因两者基本上是一样的 就是带火珠进入烧伤状态 对你自身耐久的伤害 冥工的话一般能利用火珠也就是在空间里面 但是即使空间队里面的话 冥工也可以使用铁拳或者权力攻击 一般来说这两个特性也是更好的 因为带了火珠的话你很有可能掉血掉的太快了 那么我自己喜欢说的话 就是满血的冥工还是挺可怕的 但是半血的冥工是不可怕的 满血的冥工特别是在有AV魏性的支持之下 是可以在物攻以及特攻方面都吃下非常多大威力的技能而不死 比如说拉提奥斯的龙星群 那么可以吃下不死 然后配合自己本身已经非常高的输出和仙斥 能让对手感觉非常不舒服 然而由于冥工太慢了 冥工一旦被血量被消下来的话 就很容易被对手的攻击带走了 如果你携带火珠的话 首先他没有AV提高他的耐久 而且的话你每个回合在掉血 让他非常容易血腥就被磨下来 然后就被击杀 那么美纳斯的话情况更加简单 你携带火珠不携带生贩的话 你每个回合不仅没有16分之1的血量提升 而且还要损失自己16分之2的血量 那么一下子就差了16分之3的血量 在对战上的话这个血量差距是非常的巨大的 一下子你的血量就掉下来了 就不仅让你更容易击杀 而且的话让你更加要经常的使用自我再生 让对手有非常多的机会进行强化换人什么的 这都是一件非常得不偿失的事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